大家早安,我是贤君 我今天要跟大家回顾 《多爱梦》副片电影 《大雄的结婚前夜》 它是改编自原作漫画剧情的电影 漫画首次在连载上出现是1981年8月 而同年10月则播出了它的第一版TV动画 到了1999年就改编成了这部电影 后来水田版在2011年又制作了一次 最后在Stand by Me里面也放入了这一集的剧情 所以说这剧情目前为止已经被改编了4次 只比我上次介绍的 《我出生的那一天》少一次而已 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一段剧情 那么这次我会分别讲讲 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优缺点之类的 而首先第一个要讲的就是电影的版本 那么废话不多说,马上来回顾吧 在电影一开始 大雄看到小山在公园里面和镜香告白 而且两个人最后还红着脸牵起了手 于是他马上冲上去阻止 不过他们两个人只是在练习班上话剧表演 大雄只好羞愧的离开 但对他来说 这两个人表现已经有点不像是演技了 所以他回到家跟《多爱梦》发牢骚 《多爱梦》就表示 反正静将会跟你结婚啊 大雄表示 你确定?你真的确定吗? 《多爱梦》就说 好啦好啦 我们去结婚典礼确认就好啦 一抵达未来 他马上看到大雄从计程车下来 慌张的跑进大楼 来不及搭上电梯 就直接毫不迟疑的往楼梯上方不断迈步 但是打开了会场的门 里面却是别人的婚礼 原来婚礼是在明天才对 接着一直跟着他的计程车司机 表示他还没有付钱 大雄表示 哈哈我还真是不小心 哼哼哼我忘了带钱包了 还好静将他们一家人 现在也在这栋大楼里 静将正在最后一次 是穿婚纱还是什么的吧 我不太懂结婚要做的事了 总之他们看到 遇到麻烦的大雄 所以静将就先帮他付了车钱 OK结婚前一天 我们可爱的新郎 就先欠了新娘2500元 真是个好预兆啊 后来静将的爸妈先回家了 大雄和静将两个人一起散散步 这时他们看到 马路对面有一只猫咪 说时时那时快 这只猫一个开心的跳到马路上面 刚好一台货车快速的行驶而来 大雄也慌忙冲上去抢救 还好反应神速的杜爱帽 一个时间暂停 就避免了这次的悲剧 得救之后 大雄从猫咪的项圈看到 猫咪的家就在附近 于是他们两人一起把猫送过去 到了人家的门口 旁边的邻居却说 他们今天搬家了 而且要搬到美国去 好像是四点的飞机 这边大雄判断 到机场要两个小时 但是在一个半小时就四点了 可是也只能尝试了 结果跑了一下 他就跌倒在地 而他这么拼命的原因 是因为他认为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和他的家人分离 都是很寂寞的 注意 这句话非常漂亮地点出了 竞香结婚后和家人的分离 还有这个时间点的大雄 已经经历了他和多安梦 这个家人的分离 所以他才很能体会这种感觉 再加上猫咪跟家人分离的情况 跟他的情况也是差不多 对吧 就算你要说多安梦是狸猫 也有个猫字吧 这时胖虎他们刚好开车路过 大雄一个直接把竞香抱上车 哇 这应该是我看到大雄最man的一幕了吧 胖虎他们一听了事情的原因哦 马上表示包在我们身上 油门催了就往奇妙进路 疯狂加速 很快的 机场就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3点50的时候 小富的车子却突然没有了 于是胖虎要大雄他们先去机场 哇靠 阿竞香这个裙子加高跟鞋 就像跟着大雄一路跑到机场哦 总之他们跑到机场的时候 刚好4点整了 飞机已经起飞了 而就在他们已经决定 领养这只猫咪时 猫咪却钻出了竞香的手 没想到他的主人还没上飞机 原来邻居把5点记错成了4点 而大雄他们看到猫咪和家人团圆的画面 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到了晚上 胖虎他们有举办大雄的单身派对 连小山也有参加 到后面胖虎还唱起了歌 多爱梦他们就直接离开了 后来他们去看竞香在做什么 发现他心情好像不太好 诶 他这身装扮感觉好有美叶子的味道哦 竞香在睡觉前 去和他的爸爸到结婚前最后一次的晚安 对了 既然讲到他爸爸就顺便提一下 相信大家都知道 竞香的爸爸有非常多个版本和长相 不过在大雄的结婚前夜中 大家都默契很好的 从漫画版到3D电影版 几乎所有版本的竞香爸爸都是同一个人 不过意外的跟漫画版只差几个月的旧版 反而是那个唯一长得不一样的 让我蛮好奇 当时是在制作上遇到什么问题 才让竞香在同一年有不同的爸爸 总之在离开房间后 他听到他爸爸抽烟时被呛到的声音 于是他冲进了房间 跟爸爸表示他不结婚了 因为他结婚离开家之后 就会让爸爸和妈妈寂寞 明明还没有对爸爸妈妈做什么回报 居然就已经要离开家了 结果爸爸却表示 没有这回事 你已经带给我们数不清的礼物了 他表示光是竞香出生的那一天 就不知道带给他独大的感动了 而塞纳之后 每一天每一天快乐的回忆 都能够温暖他的心 所以要竞香不要担心 好好结婚就好了 同一时间 大雄从单身派对中脱身了 毕竟他是明天的新郎 不能喝太多 后来他走到和题上面 结果居然巧遇了老师 他们闲聊了一下 大雄看到老师很冷 就把外套披到老师身上 表示明天的婚礼请多关照 说完他就离开了 不过走下和题时 他不小心摔了一跤 起身的时候 他发现他不小心压到了一朵花 于是他赶紧找了一只树枝 把小花撑住 这一段非常厉害的 其实就跟我上次讲的 那个帮助了大树成长的 我出生的那一天的状况有点像 展现了大雄从小到大都没有变 而且也代表着 在导演渡边部的心中 有着很明确大雄的角色核心 才能在这两部隔了三年的电影中 还能看到大雄在个性上的连贯之处 我个人觉得相当有趣 而且这一段 更是加深了静香爸爸所说的 大雄是个能期望他人的幸福 也能为他人的不幸伤心的人这句话 最后听完这些话 大雄和多爱梦 回去哭着和静香表示 一定会带给他幸福 到了这边 电影就漂亮的收尾了 而片尾曲之中 还有大雄敬香婚礼的画面 而正片中没有登场的 未来大雄爸妈也在此登场了 如果没有搞错 小猪的背影应该也出现在了婚礼之中 其他人我就不太确定是谁了 最后就像我出生的那一天一样 和题的小花 在大雄的帮助下 健健康康的成长了 好啦 这就是复片电影版本的 大雄的结婚前夜 依旧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一集 那么现在该来讲讲 其他版本的差异了 首先是1981年的版本 也是没什么大改动 最接近原作漫画版本 他一开始去未来前的剧情是一样的 不过大雄哭着回家时 先跟多爱梦来了个莫名的动作场面 这个应该算是旧版动画的特产 旧版动画里面有很多这种好笑的画面 我个人非常喜欢 后来到未来有个小细节是 他们家的位置在未来变成了公共厕所 这细节是只有旧版和Standby Me才有的 后来大雄跟漫画版一样是自己开车来 得知了婚礼是在隔天后就直接回家了 而他们现在住在一栋公寓里面 奇怪 本来他们有自己的房子 怎么住一住房子没了 我带着这个疑问在网络上查了一下 才发现原来他们的房子是用租的 哇靠 完全颠覆我从小对大雄家的认知 总之呢 大雄回到家里 而所有版本中也只有这个版本的大雄爸爸头发凸了 接着后面剧情就跟原作一样 大雄参加单身派对后就没有他的剧情了 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镜香的妈妈 并不是那个长得很像镜香的样子 话虽如此 镜香爸爸的回忆里面他却又很漂亮 所以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岁月上的细节吧 总之 旧版做了中规中矩的改编 而Standby Me的版本也是基本照搬原作 所以也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呢 到了水天版的时候 他们也像电影版在剧情上做了非常大幅度的改动 在一开始镜香他们解开了大雄的误会后 大雄还和镜香一起走了一段路 这时大雄还抱怨小山自己举手说要当王子 他爱出风头什么的 结果被镜香劝说不要对小山有偏见 后来镜香的爸爸经过 他就跟他爸走掉了 之后大雄他们在会场门口先看到了 本日名单没有大雄的名字 才看到了下了计程车的未来大雄 然后他们为了紧跟在他后面 反而从旋转门超过他 结果他们就这样直迟地站在未来大雄眼前 未来大雄居然完全没有发现他们 不是 多安梦这么大一只站在你面前你能没看到 重点是这边大雄还愣了几秒钟 既然没有看到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演出啊 总之后来他在柜台得知了婚礼是隔天 在他离开之后 他们看到镜香的爸爸也在会场里 大雄想说他也是搞错了日期 跑上去跟他搭话 看到他在看他们一家人的照片 就要镜香吧 也给他看看 这时一样来试穿婚纱的未来镜香走过来 哆啦A梦就拉着大雄脱离现场 但大雄还是在原地多看了几秒 不是 大概到了剧情中间 哆啦A梦才给他们穿上了透明斗篷 前面大雄看不到 现在镜香看不到 我看你们根本就已经隐形了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透明披风吧 后来镜香一家人离开后 他们就看到未来大雄居然在垃圾桶里面 后来笨手笨脚离开垃圾桶后 剧情就跟原本的差不多 他回到家之后再出发去单身派对 不过这次路上他遇到镜香和他爸爸 原来镜香用丢了他爸爸送他的耳环 听到这件事 大雄就表示 诶 我还有个派对要去 先这样 巴巴 就离开了 路上他还踩到一只狗 诶 等一下他爸还有帮你说好话的剧情 为什么要降低他的说服力啊 总之在夸奖剧情之后 大雄晚上9点从派对离开 接着就进入了新版的吹捧环节 小夫看到小学话剧表演的照片 说当时这出戏因为大雄演到跌倒 结果演出整个大混乱 但小三就表示 不对 其实当时是因为镜香忘死了 大雄就故意跌倒引发混乱 哎呀 所以我才赢不了大雄啊 接着大雄一个 人家的太阳都找不到 我这边一个天黑黑找到耳环给你看 他把耳环从楼下丢给了镜香 然后大喊说我一定会让你幸福 最后喊到把旁边的街坊邻居全部吵醒 这一集就结束在这边了 诶 说真的 虽然我一直都自认我对旧版比较偏心 但是这一部新版的改编上 真的给了我一种 你不是烂 是烂透了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集也算是 模范深等级的一集了 教大家如何用糟糕的剧情 硬捧一个角色 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这24分钟的一集 可以直接切成两个部分 首先是前15分钟的疯狂贬低环节 你在这部分的剧情中 几乎完全看不到大雄的任何一点优点 你在这段时间内 只会越来越觉得静香真的是选错结婚对象了 首先一开始大雄居然在静香面前数落小山 而且被静香提醒了之后 他也没有反省什么的 而是觉得完了 静香要嫁给小山了 这之后整整哭了三分钟的剧情 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让未来的大雄各种在平地上跌倒 还要加他掉进垃圾桶里的桥段 他回到家里还被妈妈骂 这是所有版本中他唯一被妈妈骂的版本 再来就是最夸张的 我珍贵的耳环用丢了 知道了那我要去派对了 问号 不对吧大哥 一点表示也没有 就不能打个电话说我会晚点到 至少留下来帮忙找一下吗 电影版的大雄是 虽然我等一下有婚前的二次会议 但我就算摔到流鼻血 也要帮这只小猫跟他的家人团圆这样子 后面的派对中也是让大雄各种丑态进出 就连大雄自己也说 这15分钟真的是完完全全看不到大雄的任何优点 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剧情居然硬生生的开始吹捧了大雄起来 首先我就不懂为什么有扁低环节 硬生生的就快要是吹捧环节两倍的长度了 如果我们拔掉原本就有的进香Bud的部分 吹捧剧情居然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话剧 一个是找耳环 明明扁低环节有各种玩法 吹捧却单单只给我两个 这集的编剧其实是讨厌大雄吗 而且这两个事件让整个剧情变成了 啊大雄虽然有这么多缺点 但是他超喜欢你 所以你遇到问题他会帮你解决 就只是这样 你无法在这一集中看到大雄的其他优点 你知道电影版一开始的剧情还是 从大雄扶老太太过马路开始的 你可以在电影版的小细节中 注意到大雄的善良之处 可是新版完全没有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搞一个反转剧情 呈现出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很糟 但其实他很棒 结果看起来却像 这个人虽然很烂 可是他超喜欢你 所以你们应该要结婚 这样的感觉 总之新版算是我个人超不推荐的版本 基本上感受不到剧情上的用心 而且也感受不到大家长大之后的变化 我觉得电影版其中一个有趣之处 就是大家长大之后互动的方式也改变了 你可以看到他们会开玩笑般的互损对方 甚至胖虎唱歌时 大雄还会开玩笑的喊说别唱啦 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是很亲密的朋友的感觉 总之呢 这版本我真的是力推电影版 它加了非常多丰富 而且加深了未来大雄刻画的剧情 因为其实就连原作漫画 也没有多描写未来大雄的部分 剧情重点完全是在竞相和他爸爸的对话 电影版不但可以看到大雄的成长 还能感受到他在和多玩梦分别之后 心境上的变化 个人认为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一集 好啦那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帮我按个订阅 那我们有机会再见啦 拜拜